大家好,又到了兄弟年加油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非著名加油讲师,威哥 跟着威哥混,未来一定顺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28奖 那么在这一奖里面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负循环语句 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 well和do well这个循环了 下面我们看负循环 那么首先我们看课程大纲 第一个还是负循环的语法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第二个我们为负循环 给大家举一个示例 第三个是在用循环里面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continue 这样一个关键字 是怎么来使用 然后还包括在循环中 我们使用break这个语句 怎么来使用 OK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负循环的语法 好 负循环的语法是这样的 首先它是一个负 就是我们的关键字 是吧 然后是一个小括号 括号里面有三段 三段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 就我们需要初始化一个参数值 参数参数参数化一个参数变量 参数变量 比如说你循环的每次的次数 比如说是吧 因为我们每次循环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是吧 对对对 你可以用一个变量来去表示 比如说我们用整数i来表示 是可以吧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二个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用来作为判断条件用的 判断条件 就是我们这个well和这个dowell里面 大家都在well括号里面放这个判断条件 对对对对 放条件 然后负循环也应该有这个条件 那条件它是放在第二个括号里面的第二个位置 第二个 那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的这个初始化参数跟这个判断条件之间是用这个分号 分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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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有第三个就是更新循环的这个变量 更新 因为第一个我们是用来初始化过了是吧 比如说初始化零 那这样下面第二次 如何去把这个零进行累加是吧 进行增加呢 就是在这个条件里面 这个位置来进行 去加对来去放这个这个变量参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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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哎或者你可以增加可以减少都可以啊 不不一定是是增加 减少也是可以的 嗯 ok 好就这三个部分 啊三个部分 然后呢最后是一个大括号吧 哎一个大括号大括号里面就是我们的循环体了 哎就是我们一样的就是你在循环里面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对吧 哎需要什么实现什么功能 这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个三部分呢 三部分是这样的 就是说每一部分呢 呃呃不是说都必须要写 啊通常情况下我们可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三个条件呢 都写上啊 但是三条件也不是说必须的 但是不是必须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导致你这个负循环啊会出现啊 这个这个比如说呃无法终止 比如说你没有判断条件是吧 没有判断条件有可能导致他无法终止 你可能自己要去控制了对吧 那你这个呃更新这个变量如果不增加不减少 那么这个循环呢也可能是会导致导致这个这个不会终止 对吧 那循环如果不会终止 那我们就叫怎么样 我们就叫死循环了 死循环 对吧我们这一边叫死循环啊 死循环呢在循环里面是 大家写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啊 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 对避免死循环 对避免死循环 ok好那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呃这个 干讲这个语法也没什么意思吧 来点那个例子吧 好我们打开我们这个第28奖 对吧28奖我们是4代目啊 我们打开 好我们的4循环语句啊 这是先导致的一个scanner是吧 4代目 ok 那我们举一个呃例子啊 呃小白平时都在做什么呢 平时啊平时每天都干什么呢 每天吃饭睡觉打痘痘 哎呀吃饭睡觉打痘痘是吧 嗯嗯嗯现在还打痘痘了吗 哇也不是啊现在跟威哥学加瓦是不是啊啊 现在应该是每天吃饭睡觉学加瓦哈哈 吃饭睡觉学加瓦是吧吃饭睡觉 ok好那我们如果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啊整个这个加瓦这个课程啊 比如说大家啊比如说大家花上这个呃时间啊 哎这里一敲大家都出来了是吧 比如说我们啊一个光 比如说我们要花上这个100天是吧 来学习这个啊这个加瓦这个部分啊 啊这部分就课程 ok 那我们呢一般情况下初始化变量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方式 比如说我们用int i 等于零 这就是定义一个i这个变量初始化为零 零是吧初始化为零 就一般是这么来写啊 当然这个定义你可以放外面去定义也是可以的 是吧啊一般就在里面直接就写啊 然后一个分号吧对分号 那我们的条件结束条件啊 书语循环一定要结束条件是吧 嗯那我们说i小于多少呢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吧 第一天是1吧好吧 第一天那小于等于100 我们说100天嘛对吧 小于等于100那就100天 或者你从0到小于100也是可以的 怎么一样啊对我们现在等于100了 就从1开始对好吧 ok好那再加一个分号 再加一个分号呢后面就是呃这个 初始化条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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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这个变量是吧 更新这个变量那叫加要减 这都可以啊对对对 一定要把这个变量给更新了是吧 哎就是不管你是加还是减是吧 否则的话你这循环就 始始循环了是吧 ok那我们现在是用加的方式是吧 就用i++ 自增方式自增 对就i++就自增的方式 然后括号 括号 哎这就是我们的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是不是 破循环的里面的三个部分都写写写完了 写完了ok那我们在这呢 我们就比较输出这个哎小白每天啊 啊这是吃饭呃第几天的吧哦对哎第i天 是不是加上啊拼起来啊哦哎第i天 然后呢吃饭睡觉学校 诶吃饭睡觉学家啊是吧 嗯吃饭这个睡觉这个 学学 教教 对吧对吃饭睡觉学家啊 ok 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 ok那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货循环是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 ok你看 从第我们拉到最上面去 是不是从第一天 第一天一直到 第100天啊对对吧 100天他就会这样按照条件输出出来是吧 那他的输出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看啊 呃第一步是这么执行的 我们先进入这个 这边一过来进入这个货里面以后 第一次执行的是 硬特 i等一先执行初始化条件 啊这也是第一部分要执行的 嗯对吧 第一分执行完了以后呢执行第二部分 先判断这个i是否是 这个 呃小于等于100 嗯对吧小于等于100 嗯如果是小于等100那么就怎么样 执行这个里面的循环体是吧 直接循环体了 循环体执行完毕 执行完了以后下面没有代码了对吧 没代码了 ok执行 第 一二 第更新这个变量是吧 执行这一步了执行i++这个啊 这个变量执行 i++执行完了以后回合出来再去执行 i 是判断i是不是小于等于100 哦 如果i小于等于100 加完以后i小于等于100成立是吧 对 再继续执行 输出 输出循环体 哦 就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完了以后再以此类推又去加加 哦 再判断执行 加加判断执行 哦 就一直到循环结束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说这个处子化条件只是在第一次的时候会执行 哦 就一次 对就执行一次第一次的时候执行是吧 接下来就是加加判断加加判断加加判断是吧 就这样一个执行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好吧 好 ok 好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啊 这样一个 呃 实例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continu这样的一个语句只不快来使用啊 continu语句的这个意思是说 跳过continu下面的语句进入下一次循环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想让我们的循环里面 想让我们的循环里面 哎 比如说我每天学家我也挺累啊 是吧 挺累啊 哎 如果我某一个条件下 如果当这个爱对这个多少 呃 比如说10吧 我们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吧 如果对10取摩等于0的话 如果是10的这个整倍数的时候是吧 哎这个时候呢 哎呦 我我就不睡觉了 我休息一下是吧 哎因为我这个这个小白还还是还是 我是一个好男人 还是好男人 我还有女朋友 还有女朋友是吧 还要陪陪的对吧 对 ok 我们的小白还得陪陪女朋友 这个这个陪女朋友干嘛呢 今天比如说是 呃 吃饭逛街 那个啥 啊吃饭逛街那个啥是吧 那个那个输出 这样吧 这样 ok 呃 第几天 然后是吃饭 这个 逛街 逛街 是吧 嗯 然后那个啥 那个啥呀 那个啥 没跟你想的是啥就是啥呗 我想是啥 我能想啥呀 你想啥就是啥呗 ok ok 好 那我们这里加一个 啥 t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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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么当这个 i 对时取一等于零的时候 那我们这就啥啥就跳出去了 是吧 这一天呢 你就不学家娃了 你就陪你女朋友去了 10天休休息一下 10天休息一下 10天那个啥一下 啊 哈哈哈 挺平凡的 呵呵 ok 好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continue 也就是它的作用是当条件满足 就不执行这个循环体里面的 后面的这个语句了 啊 跳出去执行下一次 对吧 执行下一次 就continue后面的都不执行了 对 continue后面都不执行了 好吧 好 进入下一次 就这个意思啊 好 这是我们的continue这个关键字了 嗯 嗯 那我们还有一个关键字是这个 break 在循环里面用到 哎 比如break 我们前面在这个 叫 switch switch的时候已经用过来吧 对 switch来表示是不是跳出那个 我们的case啊 对吧 跳出那一个case 我们一定要加的 加这个break 对吧 表示啊 呃 在spot里面使用过 那么这个break在循环语里面是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 当这个break 语句在循环体中使用时 表示跳出当前最近的循环 最近的 最近的循环 这个最近的循环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那我们现在的话 最近循环肯定是上面这个货了 哦 如果在里面写这个代码的话 嗯 对吧 那未来呢 可能我们循环有很多嵌套是吧 哦 循环 也有很多层 那你跳出的是离你最近的那一层 哦 好吧 加一条件 哎 讲话说 那你学习家人不要学100天吗 这是正常的方式 比如说一天一天的这样从来学 是吧 哎 如果你学的时间比较快的吧 你学的能力比较强是吧 能力比较强 呃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 如果你是完成了这个 100分 100分 对吧 成绩 你拿到了学分是100分 那么你就可以哎 完成这个 学习 就就不需要学习100天 哦 提前毕业呗 哎 对对对 提前毕业 好吧 我们实现一下 好 那么假如说呢 我们有一个定义一个成绩吧 分数 哎 分数是吧 score 首先是等于0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 分数是吧 等于0 OK 那我们在分数等于0 我们在里面呢 我们就 假设说啊 假设说我们是每一次这个score 怎么样 加等于 一次两分 对一次两分 比如说你啊 你一次能能拿两分 你的你的这个这个学能力比较长一点 是吧 好 那么那我们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判断 如果你这个成绩是等于 100分 100分 100分了 对吧 哎 等于100分了 那么等于100分了 那我就怎么样了 就结束循环 就结束循环了 如果大于等于吧 好吧 比如用大于等于 好 大于等于100分 好 那么你这个呃成绩就 呃 就提前完成了是吧 对 提前完成了我就怎么样 你看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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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BREAK 针对它最近的循环就是这个循环吧 对吧 那最近的循环就是这个循环 它就会跳出这个循环体 哦 OK 就不会再执行循环就结束了 啊 循环就终止了 Continue是 还要执行下一次是吧 哎 很容易跳出本次 对 执行下一次 这个呢是整个都只都 不管 不管你后面还有多少次 对 都退出来了 哎 这个意思 好吧 好 最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成绩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哎 输出一下是吧 嗯 输出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呃成绩 Score 等于 Score OK 好 我们试一下 看多少天它就开始推出来了 是吧 好 好 编译成功 执行 OK 大家看到 55天 在第55天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成绩已经等于对吧 100了 是吧 为什么是55天呢 因为可能还有 那个啥那几天嘛 对 那几天是没有学分的 哎 对对对 那几天是没有没有学分的 啊 已经那个啥了 哎 那个啥 哈哈哈 所以说几后55天 那第55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学习完了 成绩就达到100分了 哦 对吧 哎 这是这个BREAK的这样一个 呃 用法 OK 好 以后我们在这个这个使用当中呢 还会更多的使用这个BREAK 啊 这个语句 它去 退出我们的循环 好吧 好 OK 我们这一节呢就给大家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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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